因為香港人應該支持香港製作 一些隨便和商壯都比較多特色的街景 拍出來其實你都不太知道是一個香港的地方 而且始終見到這對新娘Fionne和Gran 見到都是比較青春活潑一點 當然是做這些隨便和跳脫的路線 出來的效果應該是不錯的 非常幻想不到很多畫面 我都有故事的精髓 不需要一定要說是外國 就算是香港也可以拍到很多不同的感覺 他會很溫柔 他會告訴我現在我幫你化什麼位置 或者會告訴我要看哪裏 不會一來就說我幫你化完 他會講解一下我現在幫你化哪裏 或者會問我 我很深刻就是化完妝了 他幫我設定會問我 你平時分邊邊界界 都想讓我自然一點的 我妝其實不會太過濃 通常都是淺一點 自然一點 但也不會像日常妝一樣 輪廓會深一點 下午去了大帽山拍黃昏 黃昏我的妝容稍微加濃了一點 輪廓感也深了 令到他情願出來的妝容 就會跟焦了一種不同之餘 他上完鏡之後 再加上黃昏 就不會像沒有化妝一樣 Iris負責女妝 男妝方面就是我負責 怎樣選擇呢 我看到他的身形 我一看到他 就是一個模特兒身形 幼如這個... Dummy 一樣的 所以呢 就會看到他 欸 這樣對嗎 因為其實我們 進入的馬數 就是可能做的馬數 他適中 就是他的身形 他貨的 變成中馬 中上馬 其實適合他 顏色上 比較青春一點 變成淺色系列為主 例如一開始 Fiont也是比較緊張 肢體的動作 他總是好像 不太有自信的時候 我們多用一些 鼓勵的話 開始跟他講 其實他是化妝 整套的東西 整套配合完之後 其實出來的效果 都是很漂亮的 其實這一輯照片 兩個景點 其實都是很符合 預期當中的效果出現 真的會跟你說 攝影師會跟你說 你怎樣站 或者現在放什麼姿勢 你會感覺到他很有心 完全是 你會 都被他感染了 覺得他好像更加緊張 我會不會拍到一輯美照出來 這樣 唉